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液弹冷冻是拿零下200度的液弹 用棉签沾着液弹轻轻地点在皮损的上面 经过一次甚至是几次的治疗就可以去除 激光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二氧化碳激光 或者其他类型的激光 也是通过这种有创的那种治疗 除了这些方法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选择药物治疗 比如说维甲酸制剂 塔扎罗丁凝胶 阿达帕林凝胶 这些都可以 这些药物的使用呢 是在晚上临睡前 把脸清洗了以后 万用一次就可以了 使用的时候 一定要紧紧涂在皮损的上面 尽量避免涂在周围正常的皮肤上 因为这些药可能会有刺激 同时呢 因为这些药有光明作用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了 它应该是在晚上临睡以前 使用一次就可以了 这样它的万用药治疗的这个疗程 会比这个液氮或者激光大大的延长 一般需要几个月的时间